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,李亚平日前出席活动时,提到于天再度失业,手头威衣节目天生王牌收摊,一家五口又病又穷,李亚平当场咬牙切齿开桥怨恨民进党的某些人,我很恨他们,因为他们这些人,船过水无痕,真心患觉醒,于天左露面也认同他说的没错, 资深媒体人周玉寇金也撰文,曝光李亚平怨恨对象周玉寇在放言撰文指出,李亚平接手装访时,痛斥政治很黑暗,党内派系斗争堪比黑帮,炮火指着工广集团董事长陈玉秀,讽刺他自以为国母,把持媒体资源,李亚平也默认,因为于天在华视节目收摊,是否复播还要等董事会开会评估? 早已心生怨恨的他才会直接开盆民进党文中指出,李亚平在专访过程中屡次点名臣玉秀,也不否认他就是怨恨民进党某些人其中之一,李亚平强调,已于天在圈内资历,出任政府有权指派媒体高层,像是华市总经理绰绰有余。 对此,公事办公室秘书回应放言,董事长出国,本周都不在,没有办法联络到他。 于天,左,李亚平。 翻设字脸书,周玉寇指出李亚平点名臣玉秀,就是他怨恨民进党某些人的其中之一。 翻设字脸书。